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你说多不靠谱 作为一个精明的少傅 我今天要全面的跟你们分析一下 精明的什么 精明的少傅 少傅 少傅应该是25的分析 少傅就是 少傅就是老太太的年轻阶段 我要跟你们全面的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不靠谱 第一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perfect 按谁的标准来定 人生是我儿子的 我肯定要问他的意见 那个 我儿子才七岁 没长开呢 他懂什么呀 我以前就问过他的 我说宝宝你长大想干嘛 他说贴模帅 不不不 我解释 职业不分贵贱 但他离完美肯定还是有点距离 所以这个事只能我干 那好 问题来了 我预设的完美人生 他真的会觉得完美吗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 大家就明白了 去年 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两千多块钱 你说我们这种中年人挣钱干什么用 不就是牵着孩子一块 踏踏实实的装 我第一次听说装 有踏踏实实 然后结果他不要 他说丑 说还质问我 为什么没有铠甲勇士的图案 那是世界上最帅的鞋 最帅的鞋 三十五块钱一双 所以你们明白吗 我眼中的完美 他或许示弱奋土 全部都按照我的标准来 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比如穿 我就觉得八匹狼 是最棒的男装 完美男人的衣柜 打开就应该全是狼 一天换一匹 多帅啊 还有搞对象 还有搞对象 对吧 爱上我儿子的 必须是完美有五 这个 富白貌美大长腿 听起来棒不棒 好 我儿子长大了 国际化审美 小眼雀斑蛤蟆嘴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完美 是个人主观感受 定制却出自他人之手 矛盾 对吧 他实现不严 不能定 对吧 不能定 好 第二 就算就算没有bug 对吧 我现在放弃我的精明 没有bug 一键就把我儿子 拍上人生巅峰 我按不按 我也在家想过 还是不能按 为什么 因为孤独和空虚 是完美人生的宿命 先说孤独 我先说孤独 我儿子可能会失去亲情 完美人生 必须要有完美的父母 我跟他爸 活得一屁股漏洞 离完美十万八千里 怎么解决 要么把我弄死 另外配 要么就是 对 要么就是改造我 你们看我这个德行 我去整容医院 医生都劝我放弃 我这辈子跟完美 有毛线的关系 是吧 完美的妈妈 灵魂有香气 我的灵魂天天冒冷气 是啊 你说 不让吃饭 叭着嘴 不让吵架 是吧 不让说脏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一键 把我拍回娘胎里 即便回炉重造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亲子关系 也会问题重重 因为这个一键拍下去 等于上了一个永恒的保险 它带来了好的生活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 疏忽和大意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最后 都是happy ending 对吧 我儿子生病了 我不紧张 因为完美人生 每一件事都有玄机 说不定在重启 哪个零不见 治他干什么呢 打扰他历劫 他跟他爸掉水里 我救他爸 我跟他掉水里 他爸救我 他在水里喊救命 我跟他爸在岸上说 淡定 闭嘴 完美人生 每一件事都有玄机 你说这日子过了多神经 还有亲情吗 还有亲情吗 说完了亲情 我们说爱情 我们为什么会爱一个人 是因为他完美吗 你们爱一个人 是因为他完美吗 不 是因为他不同 对不对 是因为他不同 在千千万万人之中 你不知道他哪里好 但是谁也替代不了 这是爱情 完美人生搞过的对象 全都一样 五官三维双双 标准化产品 就跟世界连锁炸鸡店似的 你在哪吃不是吃啊 就是什么是猪杀制 什么又是蚊子血呢 你们你们都爱看偶像剧 霸道总裁爱灰姑娘 为什么 因为贱 爱情就是犯贱 完美人生不允许犯贱 我儿子他在云端 可是生而为人 没有滴到尘埃里的那一刻 你又怎会知道爱为何物 好 特别 有情 更不用说了 检验好朋友的唯一标准是什么 借钱 是不是好朋友 借了次钱就知道了 完美人生不差钱 也不患难 谁也不用帮谁 对吧 有情还在什么时候生花 比如说我们遇到糟心事了 我们约几个朋友一块骂娘 喝打 对吧 还有被绿了 我约几个人一块 诅咒狗男女早点升天 完美人生不实验 没有烦恼 朋友在一起聊什么呢 我昨天躺着又挣了五个月 哎呀好巧我也是 多无聊的友情 只有炫耀 没有需要的友情 他还是友情吗 亲情爱情友情都没有 我儿子天煞孤星 完美 你们以为这就是他所承受的全部吗 不 还有空虚 因为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成就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吗 你长得真帅 我妈一键拍的 你成绩真好 我妈一键拍的 我好喜欢你 你喜欢我干嘛呀 你妈没拍 你妈拍了你也这样 你怎么那么完美 我不是告诉你了 我妈一键拍的吗 我们都能接受 冥冥中自有主宰 谁能接受冥冥中自有我妈 最后呢 因为做了 做过女儿 也做过妈 就说几句真心话 我觉得今天这个变题 它不只是一个脑洞题 它其实很现实 它真正要讨论的是 要不要让孩子按你的谱过一生 对不对 每一个孩子生下来 父母都会跟他设置关键词 我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的关键词就被设置为争气 就这两个字 因为我从出生就没见过我父亲 我妈在两年工作 扛着米包把我养大的 从此优秀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目标 唯一的 天资也不高 谁累谁知道 我以前在家看奇葩说 我特别喜欢这群人 我想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自由 任性 想不结婚就说我 不结 对吧 可以说我就是要铁钉 但是我不行 我早婚早遇 特别早就结婚了 因为我必须得 按照普过的人生 现在 就是我变成今天的我 我妈特别高兴 因为我成为她昏暗人生中的唯一一个亮点 我现在混得也很好 你们看结果是不错 可是我心里的那些遗憾 我那些想干没干的事 我被偷走的快乐 除了我自己又有谁真的在乎呢 所以我生下我儿子 我给他起名叫多乐 快乐是唯一的关键词 我希望他按自己的谱过一生 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 不必完美 甚至不必优秀 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 就是看这个节目的 还有没有人把完美设置为孩子的关键词 如果有 请你删自己两个大嘴巴 追求完美是人生致苦 真的 追求完美是人生致苦 因为总是有求之不得 你只有放马去追你真正想要的 你才能放下那些你得不到的 明白吗 我拒绝偷走我儿子的人生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么个按钮放在我面前 我绝对不会按的 不装批 绝对不会按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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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